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艘四万顿重的丹麦货柜轮 叫做文塔马士机号 从俄罗斯的海参威出发 通过了白岭海峡 经过了将近五个星期的航程 带着大量的俄罗斯渔货 还有南韩的电子产品 终于抵达了俄罗斯的圣彼得堡 我们看到这不但是全世界第一艘大型的船只 穿越所谓的北极东北航道的试航 也让北极海的航道商业价值更加引人瞩目 什么是东北航道呢 基本上就是沿着俄罗斯的海岸线 往返太平洋北冰洋的海上交通线 现在就连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倡议 也已经将北极圈给纳入 远在天涯海角的北极 常年荒凉又孤极 不过随着地球暖化 北极冰山融化 各方强权再次争霸 丹麦货轮文塔马士机号 近来就成功穿越了北极 完成东北航线的试航 文塔马士机号八月底 从俄罗斯海升威出发 通过白令海峡进入东北航道 在停泊于德国布莱美港 9月28日抵达俄罗斯圣彼得堡 文塔马士机号呼轮 长度200公尺 载重42000吨 过去从来没有这么大型的船只 走完东北航道全程 可谓北极航线重要的一步 北极航线分为东北和西北航道 东北航道一般来说 指的是沿俄罗斯海岸线 往返太平洋和北冰洋的海上交通线 从东京到汉堡走东北航道 大约13000公里 而现在船只行驶的苏伊士运河航道 则要21000公里 可以节省40%的航程 当然时间与燃料费也大大减少 在北冰洋拥有最长海岸线的俄国 当然要紧急抓住北极 这个地球少见的处理地 除了成立北极战斗旅 并且快速推行军事化 而普丁本人也冒着酷寒的低温 亲自前往北极探视 一切都是为了这个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的研究 北极拥有丰富的资源 包括石油天然气 还有捷径高品质的煤炭 以及无尽的渔货 中国也宣布将一带一路 扩大到北极圈 去年中国和俄罗斯官方 就讨论要在北极合作 建立冰上思路 另外美国也在北极 举行大规模军演 北极似乎成为各国冰家必争之地 不过北极虽然温度有所上升 对一般人来说还是难以承受 连上个厕所都麻烦 另外大型船只穿越东北航道 一年只有夏天8到10月 总共三个月的时间可以行驶 事实上从2007年 北极航道开通之后 通过当地的大型船只 并没有预期的多 地球接下来是否会继续加速暖化 也左右了北极航道的未来 东西新闻王伟程旭已经报道 好 所以如果说北极圈 连航道都开了 你会不会想要去观光呢 其实近年来北极的确 兴起了观光热潮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观光客去的 就是这个号称是地球最北边的小镇 也就是在挪威的朗伊尔城 这个小镇位在挪威的斯瓦尔巴群岛 这个群岛的面积是台湾的1.7倍大 但是人口只有2600多人 这里有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如果你到当地的酒吧去喝点小酒 你会发现怎么调酒师都是科学家呢 原来因为当地的物价比较贵 所以科学家还必须要兼拆赚取生活费 才能继续留在当地做研究 壮硕葵梧的铁形 无间不摧的礼器 北极熊家乡如今也成为人类终极的旅游之地 斯瓦尔巴群岛朗伊尔城 是地球最北的小镇 难道这里有一种一世独立的感觉 在这里除了有许多科学家建设科研基地 现在也开放一班游客参观 它位于北纬78度 面积6万1000平方公里 大约是台湾的1.7倍 人口却只有2600多人 距离北纬中心只有1300公里 其实如果要去斯瓦尔巴群岛 可以透过一班航空公司或旅游网站订票 并不像一般人想的那样难以接近 只是要经由挪威转机 目前持台湾护照可以免签证 你订阅航空 订阅航空 航空是在普通的计划 我不知道 以国际的预约 因为它们都很准备 它们都很准备 它们都不在床 走到厨房去洗澡 但是在实际上 有热和冷的水 还有快速的WiFi 至于北极之旅 目前十天的团费 大约在台币是七到十八万左右 不过如果是要专程到斯瓦尔巴群岛 费用要更贵 而在当地 由于物资补给不易 因此物价昂贵 来到北极除了看北极光之外 大部分做的活动也跟大自然有关 不过也由于观光业新盛 很多当地房东把房间当作日租房租给游客 科学家要租一间房 加上供暖 电费 垃圾等杂费 至少要台币四万五千元 因此很多科学家也兼拆做导游 或调酒师赚外快 而且由于在夏天 常常会有北极熊出没 因此当地人外出都习惯带把步枪自卫 不过今年七月也曾发生北极熊 因为攻击观光邮轮员工 而遭到射杀的不幸事件 也让经济发展与保育的问题再度浮上台面 都是新闻黄信息 中程节报导 而台湾人现在在国际上 恐怕会因为贩毒而恶名昭彰 这是南韩治安单位破获了 南韩史上最大宗的安非他命走私案 查到了市价粗估超过81亿新台币的 安非他命进入南韩国内 一共逮捕了8名嫌犯 其中有3个台湾人 而且不只是在南韩 之前就有许多名的台湾嫌犯 在印尼运毒而被判死刑 其中2名台湾嫌犯申请上诉 不过最近已经遭到了印尼最高法院驳回 让这2名台湾嫌犯难逃死刑命运 婚姻男子走在南韩街头 手上拿着一个纸袋 另一个旅店走廊监视器 也拍到一名白衣男子 手上同样也拿了一个纸袋 这些人都是贩毒分子 他们以为运毒神不知鬼不觉 殊不知行踪早被南韩警方掌握 等待时机成熟人赃巨货 警方找到他们的藏身处 打开地上两个黑色行李箱 赫然发现里头装了一包包安非他命 每一箱都有个十来包 警方又从其他柜子的行李箱 起出更多包安非他命 全部加起来将近快要100包 不过这还不是全部 这批112公斤的毒品市场价值出估超过3000亿韩元 约新台币81亿 是南韩治安史上最大宗的安督走私 因此首尔地方警察厅 国家情报院首尔海关加上台湾刑事警察局 开始联手调查 发现这个国际贩毒组织分工明确 从今年7月起将112公斤的安非他命 由台湾贩毒集团从泰国曼谷走私到南韩后 日本贩毒集团负责交易仲介 南韩的集团负责贩售毒品 目前已逮捕8名嫌犯 其中6人已遭法院裁定羁押 不过还有4名嫌犯再逃 国际刑警组织正全面统计中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如果你的邻居养了三头狮子在家里 你会不会觉得自家安全受到威胁呢 有一名墨西哥商人在自家顶楼 打造了一座水泥草原养狮子 本来是神不知鬼不觉 但是邻居常常听到狮子吼 投诉相关单位才让事情曝光 不过呢 四主强调他养的三头狮子是合法买来的 而且跟他们家的狗也是相处融洽 常在一起玩 兽医还有政府官员也都会来探望 确保他们都有受到良好的照顾 好另外呢 比利时最近有两架F16战机 竟然被攻击 不过这不是敌人攻击的 而是自己人做的 原来当时有一名技师要进入 其中一架F16战机维修 不小心碰到了射击舰 导致呢一架战机被击毁 另外一架也被波及 这起意外事件还造成了 两名地勤人员的亲力受损 然而不管一国的军力战备如何提升 这都不是最可怕的 来看看英国已故的物理学家霍金 他的生前警示预言 最近要透过他即将出版的新书公开了 原来霍金对未来世界最深的恐惧 就是他说随着基因工程的演进 人类自我改造的诱因越来越大 所以以后都会出现体力智商都高人一等的超级人类 可以抵抗疾病而且活得更久 一旦呢这样子的超人主宰世界的话 可能就会跨越道德界限 对其他唯有进化的人类造成威胁 变种人拥有各种酷甚超能力 与人类在地球共存 大一幕塑造的新世界也许不再是科幻情节 已故英国物理学大师霍金 生前的文章与论文被收录在新书大问小答当中 原来他心里最深的恐惧 就是未来将成为充满超人的世界 电影千军一法就是讲述未来的人类世界里有钱人能选得优良基因 将达尔文试者生存论发挥的淋漓尽致 霍金预测随着基因工程的演进 人类自我进化的诱因也会越来越大 有钱人很快就有机会改变孩子的DNA 让他们成为更聪明更长寿能抵抗各种疾病的超级人类 更恐怖的是这些身怀异能的超级人类不见得都会走上正途 很可能将摧毁其他未进化的人类主宰世界 彻底改写地球秩序 但地球还能存在多久霍金也很忧心 霍金认为人类除非向太空发展 否则在千年之内就会面临灭绝危机 移民到外星球可能是人类唯一的自救方法 无论基因改造人或外星殖民 霍金的警示预言 提供人类在追求科学发展的同时 另一个思考角度 所有生活信息可以啊韩综合报导 好 所以人类真的没有别的选择吗 就连香港天王刘德华最近竟然都被痛骂 说他祸言子孙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有许多个民间团体 昨天在香港发起了游行 近万人走上街头 反对港府的填海计划 他们认为填海就是浪费公帑破坏环保 而且祸言子孙 不过港府解释 填海不破坏环保 还可以增加土地的兴建 让更多的这个公租房可以出现 提供给无可刮牛居住 因此他们找来了刘德华代言支持填海 没想到是让刘天王也卷入了纷争 如果香港出现一大片全新的土地 我们会多很多空间 去供应房屋和设施 在坊间众多的建议里面 我觉得 东大瑜的大规模人工赌方案 看来是比较可取的 这是港姓刘德华代言的一支宣传片 主要是支持港府一项填海造地计划 香港政府计划要斥资约1.9兆台币 在大雨山外海造地 结果此举引发香港多个民间团体反对 14号民团号召近万人走上街头 抗议港府填海破坏环境 大批民众高举抗议部条 在港岛主要街道游行 抗议港府浪费公帑获言子孙 据了解港府计划要在大雨山 建计香港岛中间的海域 填海制造一块人工岛 未来这一个区块将命名为 东大雨都会区 新增土地大约1700公顷 港府计划要在这块土地上 新建公租房 提供给无颗蝗蝗居住 其实近年香港在大陆支持下 高度的发展周边的基础建设 包括月底江通车的港珠澳大桥 以及刚通车的深港高铁 这些建设当时都已经让香港 环保团体相当不满 这一次港府又决心要填海造地 再度引发港民反弹 甚至连出面代言的刘德华 都被网友批评要害死下一代 这让刘天王 林郑月娥 甚至北京方面都始料未及 东西新闻 林信尧 杨昭 香港 综合报道 一个记者之死 为什么会导致油价上涨 影响到你我的荷包呢 原来这个是沙烏地阿拉伯 最近又跟美国杠上了 就是因为记者之死 美国华盛顿邮报 一个沙烏地籍的专栏作家 叫做哈萨吉 他最近因为批评了沙国的皇室 结果逃离沙国 没有想到呢 在10月2号 他进入了沙国 驻伊斯坦堡的领事馆之后 再也没出来了 现在土耳其当局宣称 已经掌握证据 说这个记者呢 在使馆内已经被沙国特工谋杀 而且用电锯分尸 这一个记者之死 竟然引发了蝴蝶效应 可能影响到你我 就是因为沙烏地阿拉伯 极力否认他们杀害记者 还嗆瞎说已经准备好了 30套的剧本回集 其中不排除 要让原油价格飙涨到 每桶200块美元的天价 从监视器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 本月2号华盛顿邮报 沙烏地阿拉伯籍专栏作家哈绍吉 进入沙国驻伊斯坦堡领事馆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虽然沙国官方极力否认暗杀哈绍吉 但土耳其官方表示 他们已经掌握录音证据 足以证明哈绍吉 已经在领事馆内遭到谋杀 现年60岁的哈绍吉毕业于美国印第安那州立大学 曾多次访问宾拉登 也多次发表文章批评沙烏地王储 因此惹恼王室 2017年9月逃离沙烏地阿拉伯 如今他被怀疑可能已经遭到沙国特攻杀害 并且分层引发美国与沙烏地阿拉伯的外交危机 美国朝野部分民主党或共和党 也对沙国的作为同感愤慨 我们不能够有一个友谊 他在凉血的血泥 在他们的宫里的宫里的宫里 是一个宫里的宫里 一个宫里的宫里 那是不承认的 有很强的宫里的反应 如果沙烏地人在那宫里的宫里 被杀了他的宫里 把他的宫里的宫里 包括英国 德国与法国 也发表联合声明 要求沙烏地针对哈绍吉失踪案 进行可信的调查 甚至连主演三百壮士的苏格兰硬看男星 且哈德巴特勒 都打消沙国宣传行程以示抗议 就连沙国将在下星期 举办的未来投资计划会议 都已经遭到西方不少知名企业抵制 而这起事件恐怕也会影响到你我的荷包 因为沙烏地当局呛瞎 已经备妥30套剧本反击 包括使用原油当武器 沙国国营电视台新闻频道总经理 周日发表专栏文章警告 如果80美元的原油价格 会激怒川普总统 那么任何人都不应该排除 价格上涨到100美元或200美元 甚至是加倍的数字 因为记者之死 引发中东产油大国 与全球超级强权杠上 甚至可能影响到全球油价 蝶效应引发的后果不容小觑 东四新闻黄信息 中辰杰报导 如果要出去玩少不了坐飞机 不过你知道吗 奥克无所不在 不只是在地面 飞机上也有 根据外国媒体的报导 乘客从飞机上 会偷走的东西五花八门 包括了咖啡杯 餐具毛毯 但是最扯的 竟然有人连飞机上的救生衣 都要偷走 真的让人很惊讶 但是专家认为 这都是航空公司的错 他们认为乘客之所以順手牵羊 是因为他们想要对航空公司表达不满 所以我们看到搭飞机 有人连救生衣都会偷走 但是把这一整列的火车都偷走 也是很夸张的 这是英国 萨福克郡的海滨度假胜地 就发生了这个用来载客的 汤马斯小火车整列被偷走的案件 是在营运小火车的业主朋友 他们认为说 这列小火车应该是被送往苏格兰 而当地警方在接获报案之后 也已经开始展开调查 好 当然我们看到 不只是汤马斯小火车 是有真的这样的列火车 还有如果你看过钢铁人电影 你会知道这个旁边 有一个他最得力的助手 也就是小辣椒Pepper 他也是真有奇人 他其实就是在这个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身边的得力助手 而他是目前SpaceX的总裁 叫做葛尼·夏特威尔 在沉稳低调的夏特威尔努力之下 SpaceX也是逐步成长茁壮 那么对于充满争议的马斯克 夏特威尔则说 他是一个很棒的老板 好莱坞定 钢铁人里面 钢铁人与助理小辣椒 既是情侣 也是工作上的好伙伴 而真实版的钢铁人马斯克 也有这样一名小辣椒 和钢铁人葛尼斯·派特洛 同样有着一头金发 气质一样优雅的SpaceX 总裁葛尼·夏特威尔 博之位葛尼和他的钢铁人 关系只限于工作上 葛尼斯·派特威尔 于1963年11月出生 现年54岁 西北大学 机械和应用数学硕士 也是SpaceX创始员工 曾被选为复笔式最有权利女性榜 第76位 相较于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 形式冲动 争议一桩又一桩 葛尼的行事风格低调又沉稳 为马斯克扮演了缓冲和制衡的关键角色 葛尼·夏特威尔 在SpaceX刚起步的时候 担任重要的开路者 不过2016年SpaceX的 猎鹰9号发射时 火箭在发射台爆炸 也炸毁了联署公司 原本预定要送上太空轨道的 以色列卫星 当时这起事件 让马斯克和脸书方面 关系陷入紧张 葛尼赶紧稳定居心 带领大家找到问题点 再度进行一次火箭发射 顺利完成任务 葛尼对马斯克相当忠诚 而马斯克也对他完全信任 他是唯一可以替马斯克 发布声明的公司主管 而在马斯克和夏特威尔的 互补合作下 SpaceX走过发射失败的阴影 市值高达280亿美元 大约8,566亿台币 现在拥有全球一倍以上的太空发射市场 也成为最成功的民营太空公司之一 人生的际遇有的时候真的很难说 我们来看看这位土耳其的厨师 多年前来台湾旅游就爱上了台湾的人文风景 所以他决定在台湾开一家很道地的土耳其餐厅 不止如此呢 他还请来了许多位在土耳其得过料理冠军的师傅来掌厨 就是要让台湾人吃到原汁原味的土耳其美食 接着带你来看记者欧英俊 张亚璇的采访报道 炭火烘烤 鲜甜肉汁不断滴出来 香气扑鼻 正宗土耳其烤肉串 由道地厨师亲自操刀 这间餐厅所老板 员工厨师都是来自土耳其 标榜百分百土耳其风味料理 像是这座沙威马烤炉 就是从土耳其扛回来的 大厨十足富西俐落地把一片片 多汁又香嫩的牛肉切下来 土耳其旋转烤肉 就是台湾所穿的沙威马 常看到夜市摊粉在卖 记者自告奋勇也想要试试看 我们现在就要呢 就是来试试看要怎么样切沙威马 你拿这个 这个 是的 我拿这个 这样 这样吗 不 看似简单的削肉动作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不止刀很重 角度也要拿捏得宜 才能削出又薄又嫩的肉片 我试试 OK 不 真的是切不下来 OK 看我切成这样 师傅哭笑不得 赶快把刀抢走 他说光是又能切肉给顾客吃 就花了三年时间练习 除了他烤肉成精 功力深厚的 还有专门烤饼的师傅 从擀面皮 浮现料打生鸡蛋到送进烤炉 火候时间控制都是多年累积的功夫 一刀刀切下 酥脆声响让人食指大动 烤到香酥的招牌披达 外表就像是披萨一样 但是饼披更Q 更薄 应该用盒这样 披达 它叫做披达 就外观其实很像披萨一样 那老板教我们说 要直接的对折起来吃像这样子 咬下去肉的香气在嘴中 蔓延开来 老板说 土耳其菜用手吃就对了 像是这个气球面包 撕开来后铺上鹰嘴豆泥 肉块和洋葱 一口放进嘴内 再配上无糖酸奶 是店内最受欢迎的招牌料理 他看到的是台湾的生活 台湾很追求 然后想要就是开一个店 然后以后过香口才吃 老板多年前来开旅游 爱上台湾决定开餐厅 从料理到装潢摆设 原汁原味复制土耳其style 连餐点口味也没有特别做调整 就是想用最正宗的土耳其美食 掳获台湾人的味蕾 东森新闻欧女帐旋台北台访报道 京都的西本院寺是日本知名的观光景点 不但是世界遗产登陆的日本重要文化财产 最近他们还创下了一项全球首例 到底是什么呢 今天的推播时间交给新梅 好 陈寅观众朋友 我们就来看看这一项全球首例了 因为你有听过这僧侣要卖店吗 这个就是京都的西本院寺 他们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成立了 由僧侣成立的这家公司 Terra Energy 我们带你来看到 他的这个商标logo了 除了是一个灯泡象征的电力之外 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还会发现 他的灯泡里头放的是在佛家当中 具有了这个代表意义的莲花 而他们现在要卖的就是 再生能源的发电 很多人就会问了 为什么一个寺庙要来卖电呢 其实是因为外界就观察到了 因为这几年 这施主的人数减少了 让他们旗下寺庙 似乎经营上面 裁员来说的话有些困难 因此在今年的4月份的时候 日本开放了电力的自营化之后 因此他们就在6月份 成立了这样子一个公司 要来卖再生能源的发电 而且还说了 他们旗下所有僧侣 甚至是施主 都可以成为他们的最佳业务员 让他们来帮忙推销 他们所发的的电 而且还标榜说 他们卖的电 是比别人便宜了2%左右 用这个价格也来做一个吸引 不过大家外界比较关注的就是 这听起来这个四院电力 还是挺特殊的 在全球似乎还没有发生过 像这样子寺庙来卖起电的 时间赶快还给陈寅 好那么台湾要用什么发电呢 恐怕不会是鼻孔吧 政府现在力听风力发电 台湾西部沿海的陆域风机 光是桃园到云林就有200多只 即使在风力比较弱的时候 每个小时也能发2300度的电 带您进到风机内部来直击 一根根巨大的风机 就像是一个巨型的电风扇 注立在台湾西部的沿海 北到桃园的观音 南到云林的麦辽 总共有349只 用风力为台湾带来电力 夏季的温暖海风徐徐吹来 风机叶片不断转动 究竟带来了多少电力 根据我们的镜头实际进到这风机里头 从这个机器上面就可以看到 每秒的风速以及它的发电量 而这个风机它只要在满载的情况下 一个小时就能发2300度的电 发电量足够一个家庭使用9个月 即使下风较弱也能发超过两成 当然也要将这干净能源从陆地推向海洋 发电效率大概有到27%左右 那算是以全世界来讲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数字 因为台湾它刚好我们都在台湾海峡边 那我们有非常稳定的季风 这个效能其实不错 我们其实大家才比较有信心说 未来以后可以往离岸去发展 宣告2025年达成总装置容量55亿瓦的目标 台湾政府一方面从长期顿购 吸引外商投资基础建设 另一边又以竞价机制平衡电价冲击 尤其是我们今天使用的技术 我们需要较浓的水 达到50m的水 而且在台湾海浓浓的达到达浓的水 其实台湾顿购率从一度6元降到5.8元 比起邻国日本的9.8元低出许多 而6月底刚出炉的竞标更杀出破盘价 每度仅2.2到2.5元 甚至低于台电目前2.6元的均价 就是看准在未来能达到产业整合 我们夏天的时候也希望它都能够很保持运转的平稳 可是大家也要帮忙一起看说 其实太阳能它那时候是发电非常好的 那整个两个加起来刚好是一个互补的一个状态 其实这是个台湾非常好的天然条件 政府登高一呼 2025年里岸峰店要年供198亿度店 路易峰计也要供减29亿度 就盼起风了 店也白了 东森最近新闻都会起和公园在苗栗的采访报道 有钱就可以任性吗 有一名在社群软件Instagram上面 自称叫俄罗斯富孩的人 最近po出了几段影片 当中就有一名头戴黑色 像有珠宝头套的男子拿出了一把的钞票 开车在街头沿路撒钱 他现在还高喊说我可怜你们 引发了民众的哄抢 不过这样的行为也引发了争议 好 另外新加坡的升学压力之大 众人皆知 但是最近新加坡新任的教育部长突然宣布 他说从明年开始 小学一二年级都不用再考试了 连积分测验都不要 不过专家认为 因为在新加坡小学升国中就要考试了 这个升中测试一日不解除 孩子们就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无忧同年 好 来看到墨西哥街头发生了惊悚街头谋杀案 这名肉票被两名绑匪绑架之后 竟然惨遭当场碾弊 手脚被绑住的肉票坐在马路上大声呼救 希望有人能停下来救他 这时后方开来一辆黑色轿车 高速朝男子身上连过去 躲在民宅里的墨西民众看到这一幕吓得叫妈妈 这惊悚的犯罪现场发生在墨西哥 回到事发前 可以看到两名男子神色匆匆站在后车厢 其实这时他们正把绑来的肉票塞进后车厢里 接着两人坐上车扬长而去 但就在车子开动的那一刻 被困在后车厢的肉票 偷偷的把后车厢打开 在镜头外跳车逃生 好不容易成功脱逃的肉票 却坐在马路上动弹不得 原来他因为手脚都被绑住 没办法跑离现场 虽然期间一名机车骑士经过 而且还回头看了肉票一眼 但骑士并没停下车帮他松绑就骑车离去 另一辆黑色小卡车也是一样当作没看到 而躲在民宅里录影的民众也不敢出去救他 于是悲剧发生了 两名绑匪发现肉票不见又开回原地 而且还狠心的直接从肉票背后高速往他身上碾压过去 肉票当场惨死街头 这段惊悚影片在网路上曝光后 让不少网友愤怒说 这两名绑匪未免太残忍 绑架不成竟然当街把人给杀了 还有人叹息 如果路人愿意在肉票重获自由的那20秒内伸出援手 帮他逃跑的话 或许结局就不会是悲剧了 东森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 距离选举越来越接近 在新竹县市还出现了跨县市合作 那就是新竹市长林志坚以及新竹县长参选人 同样都穿着白衬衫头发往上梳露出饱满额头 形象都是阳光年轻人 外形style再加上出席活动就像是连体音 你以为在拍广告吗 倒是有特色的 而且刚刚就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画面 一个小朋友他就留着这个他的滑板 其实连小朋友都很好奇 路边看到你们也看不到 请问你们两个为什么要一直在一起 一直在一起 因为我们想在一起 然后把新竹县市一起做得更好 同样都属于新生代 政治理念很接近 都计划先退出儿童亲子剧 甚至举办儿童艺术节 把在地变身儿童游乐地 面对小朋友逗趣问题 也能轻松迎耳而解 弟弟妈 我看起来就是哥哥是不是 害羞了 他被我们问倒了 对 问倒了 还是你来回答一下 林志坚市长是郑朝芳叔叔学习的榜样 就算还没有投票权 但小朋友的每句话 叔叔哥哥霍弟弟通通都听进去了 林阵要同框 更要把大新竹打造成孩童们的快乐城市 东西新闻在新竹报道